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算起不等式的题目 来看这一题算是有一点点难度 剪了一角的矩形如图 那如果我想要在这个矩形里面 再剪出一个矩形的话 请问我要怎么样能够剪出最大的面积的矩形呢 那在你做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情境吧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剪的那个矩形 我总不至于在中间剪一个小小的吧 对不对 那我要剪我一定要怎么样 尽量扩充到会撞到边边 这样是不是等于说在这个三边都有相接的 这个重合的情况下 这个是最大的 那反过来说我如果是要三边接在这边 这边跟这边的话 这个会最大 于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呢不论是用三边接在这里的 还是三边接在这里的 还是都不要跟这两个接到的 我们要最大的话 其实你最后的那个点都是在这条鞋边上来去想一下 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 剪出一个最大的矩形 那这个我们要直接讲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做的话按暂点 在我们上一集介绍这个 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剪一个内接矩形的问题 等于说你现在看到这一题是他的 upgrade 版 这一题是以前的建中的考题 我们在这一题里面介绍了一个做法 个坐标化 我把它想象成这里是一个直角坐标系 然后这条斜边就会是一条斜线 斜边上的每个点都会符合这条斜线的公式 这样子可以吗 那所以说来问你说这样子他内接的矩形面积 就会是所谓的X乘Y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呢 如果你可以 想象我现在这里有一个 倒着的直角坐标系 那为了让你方便想象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直角坐标系 但是我把它倒回来了 好来问你哦 这样这一点叫做什么 好也就是说这个是Y 这是一个是 这一点叫做什么 这一点叫做 08 那这一点呢 是10 0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是多少 6 8 那这一点呢 这个是走到底了 是15 这两点很重要 这两点取得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取它的方程式 所以这一条斜直线的方程式是 来哪一条 这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会同时过 6 8 和15 那 一样呢 就是说 看你对这个方程式取得顺不顺利 过 6 8 和15 我们可以得到 X每加4Y减3的话 你可以写那个斜结式 所以它的斜率是4分之负3 那你也可以写 如果你熟悉的话 一般是 X每加4Y减3的话 它会是 3X加4Y 等于多少 那如果你不熟 那就是解这个 二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我们总之会得到这个 然后你把它带进来 就会得到 常数上至50 那你可以数字 就两个都放进来验算一下 所以这条线上的每一个点 XY 都会遵守 这一个 以知嘛 对不对 球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一条 就是X 这一条 就是它的Y 那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算起不等式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利用 算起不等式的知识 来列式 就是3X加4Y 除以2 被大于等于更好的 50除以2是25 25平方是625 那么所以它的面积 就是12分之625 那如果你要的话 就可以写一下 那个当 当3X等于 4Y等于 合起来是50 所以各一半是25 10 X等于3分之25 Y会等于4分之25 此时 XY为期最大值 12分之625 那你可以把这个3分之25 跟4分之25放进来 看看有没有这条线上 你就会发现 它是25加25 是50 没错 等腰三角形 ABC 底是32 两腰长20 那有一个矩形呢 这个PQ在两腰上 然后一边在底边上 写出这个关系是 然后球面积最大值 所以我们来做做看 那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你要怎么做 那我们在这里就说 它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你可以用相似三角形做 在这里讨论相似三角形 然后总而言就是 它取的这个 几X加Y是多少 然后球 它都已经告诉你 它要把那个 PQ就是长 当成X了 所以它 P在ASB上 Q嘛 RS 这个当X 这个当Y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就是X跟Y的关系 要怎么做 可以吗 那我们在这里提供方法二 就是不用相似三角形作 用什么方式做呢 跟刚才一样 我们要把它坐标化 坐标化 那你说这个 这个坐标化 那是怎么样 这个当直角吗 不是哦 这里也不是直角 我们要 那么呢 这样子的话 它32被我剖一半 这里是16 这里是16 16 20 这个其实可以用必师定理 求出这个地方 我把H当成是00 那16 20约分了之后是4 4比5 所以它这个是345的 所以AH其实是12 那A点其实是012 那这样子 AC直线其实是 AC直线其实是过012和160 那这个如果想要挑战一下 就是直接写出四指来的 可以现在来练习一下 过016 这个是16 160 16 这是012 这样子跨过在第一向线 结三角形的这一条 斜率一定是负的 那但是就是说 它可以写成是 正A加正B等于正数 那这个几A加几B呢 你这里的长度比是4比3 16比12是4比3 它会是3X加4Y 那3X加4Y 你拿其中一个成就要是48 你4乘12也是48 这样可以吗 教你们怎么快速取得这个四指 那详细的东西我们等到学到比如说 直线方程式 就是第一册第二 第三章 或者是后面学向量 都还会再提到啦 所以AC这里就是3X加4Y 这样子可以吗 但是注意一下 我的现在的这个X 不是它题目的X 因为我的这个X其实是它长度的一半而已 你可以写X'因为这个X'它其实就是一半的X 这样可以吗 所以它会变成是3X加4Y 然后就会得到是3X加8Y 等于96 这一条是我们的第一集的 答案可以吗 然后求 已知这个嘛 就是算起不等于是求 XX乘Y的最大值 所以是 所以96除以2是48 那因为位置有限 我们把几个步骤在外面先算完 所以我两边同平方 我会得到48平方 大于等于24XY 约24 我这个是48乘48嘛 那一个48跟24约掉是2 所以它会变成是48乘2是96 第二小几 答案 没有位置 不过我们就不写DUN了 OK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讨论一下 DUN怎么样呢 DUN3X等于8Y 会等于48的时候 X其实是16 然后Y是6 对不对 那Y是6 这也是6 X是16 我们这个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这里是8 这里是6 可以吗 那你带进来这里你就会得到 就是8 3 24 64 24 所以它符合这条方程式没有错 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有一个半圆在竖线上以AB为直径 做了这个半圆 而且圆桌上的某一点Q 对AB做垂足为P 恰好使得PQ是一半的AP 那请问P点如果用A跟B来表示 就是用分点公式来做 这样子的话会是多少呢 那我们前面才提到 圆桌上任意点对直径两端夹直角 所以说证明它 我们学一个知识的证明 有几个用处之前讲过 除了说证明的过程 我们都用以前学过的知识 所以是复习之外 证明可以让我们知道 一个知识应该长什么样子 一个公式应该要什么部分写什么 因为它是有道理推论来的 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证明的过程中 这些曾经用来证明的环节 它都可以拿来切出来成为一个题目 所以我们之前在取这个根号15 或者说用图解证这个算计不等式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过 这个时候子母定理会使得 这个比这个会等于这个比这个 也就是说PQ会等于AP比PB 那你如果说这边是1比2的话 其实这个短的比长的也是1比2 那这样子你这个是1的话 我这个其实只有0.5 这样可以吗 那这样子一来 左边跟右边认真比起来 其实是4比1 也不是认真比起来 就是比起来是4比1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可以用这个分点公式写出来 P.其实是1A加4B除以5 那我们这集就上到这里 5比3 5比3